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大家來到劉駕花眼跟青田弄的頻道 那我們進入新手教學系列 修根畫本的部分 那我們進入下集 那如果說大家還沒有看上集的話 可以先回去回頭看一下上集 上集的話我們就講一些比較基本的概念 然後有些簡單的像百合科 然後龍色藍柴亞的一些部分 大家還沒看的話就趕快先回去上集看一下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影片囉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盆鹽龍 這一盆是矽印鹽龍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我把它種在逍遙的盆裡面的 其實這一顆的話 我那一次四四集我帶出去 其實前輩有建議我說這一顆其實不一定要換 因為它整體的型態還不錯 但是我是覺得說它目前有一點點歪 然後我種在這個盆也有一段時間 我想要它的根系再整理一下 通常鹽龍我們在看的話 我們會看它的中心點 像這個中心點的話有一點黃黃的 代表說它的根系是健康 生長的狀態是不錯的 那如果說你發現說你鹽龍的中心點 都已經變成黑色了 像這種黑色 代表說你可能根系有太老化了 然後可能整體水分啊什麼之類是不夠的 所以像那種狀況的話我們都會建議整理一下 會比較好 那這一顆的話是 單純想說跟大家來示範一下 然後像這一顆的話旁邊有兩個牙 你就一併把它取起來 那像這種龍的話 如果說你種在桃盆裡面 你要拿出來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會先用這樣 先拿鑷子 比較硬的鑷子去旁邊 把它的塗給清開 因為像龍蛇彈它的根系會是 纏繞起來 所以你要把它拔出來很不容易拔 那我們盡量不要去破壞盆子 那我們從旁邊這邊戳進去之後 讓它輕鬆一點空間 這樣要拔出來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龍蛇彈的話會很刺 所以那這個操作要小心 像這樣就拔起來了 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根系是很漂亮的 那有兩派的做法 有一派的做法 他們在換盆的話 他們直接從底部 這邊把它 可能下面上面自己把它剪掉 然後直接再把它套進去 就是我們不去動到上面的根系 但是我問過幾個前輩 他們的做法 他們比較希望是 一樣全部把它清開 然後修得比較乾淨一點 再重新入盆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 像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去剪一些的乳葉剪掉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拆一些側芽 比較好拆一點點 那如果說你把根系重新發展的話 也許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它的葉子飽滿度 跟包錢的狀態會比較好 我會比較傾向就是 就把所有的根系都清乾淨的方法 那大家都可以去參考 我用來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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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像這些龍的話 這個我是放在燈養區 那我的水分其實 給的不算多 大概可能一個月給個兩次 這邊這個側芽 我就先順勢把它拉起來 這邊這一顆側芽 像這個的話 其實比較沒有用 因為它一直沒有接觸陽光 不過其實也可以嘗試看看來裝看看 那這一個的就比較好一點 像這個我們在把它側芽的時候 盡量小心一點 把它的根系給保留住 像這樣子 根系有保留住就不錯 像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中間有一個類似是中斑的附輪 中斑的頸斑 像龍蛇嵩 如果說你修根的比較徹底的話 記得記得一樣是要放個 亮個一段時間之後 再重新入盆會比較好 然後重新入盆之後 切記切記 因為它的根系還沒有到很強壯 你一定要先放在閃光處一段時間之後 等它穩定了 再慢慢的增加陽光 因為如果說你太早推出去 強賽的話 它也很容易曬傷 不要想說龍蛇嵩不會曬傷 只要你有動過根系的話 盡量一定還是要放在閃光處一段時間之後再推出去 然後因為它在閃光處一段時間 一定要是循序漸進的增加 不要一次太多 因為一次太多的話 它的細胞幣太薄 它很容易就會曬傷 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這樣子就比較清楚 可以看到它現有的根系 那我們就先來處理一下它的老葉跟這個算是它原始的乳葉 因為龍蛇嵐它的根系其實是很強壯 所以你要龍蛇嵐它耗葉其實不容易 但是因為像這個乳葉的話 它有點影響到整體的美感 所以我會把它清掉 清掉的話我們就順便可以去清旁邊的枯葉 記得龍蛇嵐在清枯葉的話 它跟景天科不一樣 景天科的話你很容易可以去完整的拔起來 但是因為龍蛇嵐的葉子比較厚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用剪刀先從中間剪開 剪開之後你才可以去比較好去拔 拔得比較乾淨一點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要去修一下根系 這邊會發現說這邊有很多是黑的老化的根系 那我們就這一顆我們就把它修多一點點 我們就留下一些些的主要根系就好了 這一顆我們修得比較乾淨一點 像剛剛脫本起來的時候大家會怕說根系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修到剪這樣子 其實有一些前輩他們會修得更乾淨 那我覺得我修了這樣已經算多了 我們主要就是留下一些比較健康的根系 至少至少我們在浮盆的階段的話會比較舒服一點 大概就像這樣子 像這樣的話我們把一些乳液給清掉 然後老根給清掉 這樣子也許它之後 根系在發展旺盛的時候 我們的型態會再更加的飽滿 那會更加的薄 因為龍神的當然你要重大可以重大 那這一個的話我就會一樣放在原來的盆 我想要讓它持續在這個盆裡面去生長 讓它形態可以更薄 然後一直更厚實這樣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進入景天科 景天科的話我這次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之前網友他們有留言說 它不管是哪一家買回去的 它回去之後都會換戒指 那我這邊的話剛好想要做一個對照 其實像這兩顆的話都是渡下後的植物 大家會發現說像這兩顆的狀況都不錯 那為什麼需要換盆呢 因為其實像景天科的根系跟龍蛇嵐跟百合科的話 其實比較不一樣 景天科的根系比較細 那它經過一個夏天之後 它的根系會比較老化 那再來有可能像你在夏天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有可能爛根的機會 因為夏天的水多嘛 比較容易爛根 所以我們通常夏天結束之後 都會去整理一次根系 那像這個朋友他講說 他不管是誰的植物買回去 他都會去換個盆 主要還是有一個因素是因為 因為在每一個賣家的環境來講 跟你自己的環境一定都有差 所以他會希望說回去之後 先脫盆 先脫盆起來 先脫盆起來之後 把根系重新整理之後 把根系重新整理之後 讓它重新發根 在它的環境下發根 這樣子也許它可以改除掉 它原本習慣的環境 那這樣子他要進入度下的話會比較簡單 是因為他在他的環境已經生長了一段時間 那根系也都是適合在他那一個環境的 所以他如果說在那個環境下去生長根系 然後要進入他的夏天會比較好度下一點 所以現在這一顆的話 這兩顆都是黑色陽魂 那我們就想要做個對照就是 這一盆我們就是 修根 然後換盆 這一盆的話我們就不動 那我們就 我會寄放到我朋友那邊 他是在嘉義市區 那我們會希望說做一個對照就是 有換盆跟沒有換盆 然後會有什麼樣子的差別 那在形態上面或者說生長健康度 做個對照這樣子 那這一盆的話我們就是修根 那景天根的話跟龍生染跟百合 其實還是相差蠻多 因為它根系是很細 所以說像這個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清得比較乾淨一點 像這樣子的話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好像根系還是很健康不需要換 但是我現在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夏天之後最好最好 我們都是讓從根系重新的發展 然後這樣子的話 它植物的健康度 飽滿度會比較好 因為像這些雖然說看起來 還是健康的根系 還是健康然後比較新的根系 但是因為它經過了一個夏天之後 根系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它的 可能養分傳遞的速度沒有到這麼的好 所以我們如果說 把它重新的修整 然後重新的入盆 因為現在這個季節的話 你的溫差夠大 然後天氣比較乾燥一點點 它的生長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所以像這個的話 我就把它修的像這樣子 大概像這樣子 像這樣我們再去入盆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重新發根的話 它可以讓整體的根系發展再更好 因為新的根系它的吸水吸氧分的狀態比較好 那這一顆的話 我就是拿跟這一顆做對照 因為這一顆也是很漂亮 那我這兩顆的話 我會拿去我朋友那邊寄養 讓它對照一下就是有修根 跟沒有修根的狀態比較 因為我不能在山上的話 是因為大家的環境跟山上相差還是蠻多 然後想要放到平地去 讓它去顧 那也許這樣子做一些對照的話 大家就可以比較清楚說 為什麼需要度下之後去修根換盆了 再來的話是這兩顆 這兩顆好像叫黑珍珠 對這個是黑珍珠 那這兩顆的話一樣是度下之後的植物 那跟剛剛一樣度下之後的話 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的話先換個盆 至少至少我們把夏天損耗的那些根系給重新的發展 這樣子的話對植物的健康會比較好 那像這一顆的話一樣 根系看起來是OK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是一樣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像這個的話 你像在剛剛這個盆 其實有一點點小的 如果說你有打算要換大的話 這個時候也是個很好換盆的時間點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想要做修根換盆的動作 儘量儘量還是在 如果說是南部的話 我會希望說你可以在可能1月之前 或者12月底之前把這些動作給做好 因為像在南部的話 你大概從3月底4月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熱 那那個時候對景天科就比較不這麼友善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換盆的話 儘快儘快把它換好 嗯 沒有 我看一下 我們就把它清得比較乾淨一點 然後像這個的話大家會發現旁邊有一些些的葉子是比較老的 那我們就順便把它拔起來做葉膚 那這樣拔起來做葉膚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換盆的時候 我們會順便去整理一下植物 把一些可能比較不漂亮的葉子去整理一下 然後像景天科的話 我們就會順便拔一些起來做葉膚 這邊的話 根細的話我們再多修一點點 其實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修根細的話 我們就是清乾淨之後 景天科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把底部這邊稍微去修一下 稍微修一下 那你就不用太去管它的一些細根 因為景天科的根細相對來講都是比較細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沒有說刻意去留什麼主根 我們就是把底部那些細微的根細給拉掉 然後讓它重新的再發 大概修到像這樣就好了 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大概可能就是修個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介紹另外一顆 這一顆為什麼要換盆呢 一樣是在度下之後 它也會有一些根細的損耗 所以我們一樣都首先整理 但是像這一顆的話我還沒有打開 我就覺得這一顆的感覺的狀態不太很好 就是它在度下之後開始有一點點的縮損 縮損的話代表說它的根細應該在度下的時候有一些損傷 所以說它的整體的飽滿度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拖本起來 感覺起來這個根細應該是比較沒有這麼的好 因為這個應該是之前有過濕 過濕之後代表造成根細的一些可能類似像燒根啊 爛根啊之類的 所以說它的發展比較沒有很好 現在這樣看起來是還OK 但是摸起來其實它是 因為這本植物其實我放了一段時間 它還是有點濕潤 代表說它根細在吸水的作用上是比較沒有這麼好 所以像這種的話我們都很建議你可以再重新的去整理一下 尤其是度下之後的植物狀況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像這樣我們去把它整理一下 它比較快可以去回復到比較健康的狀態 這一盆根細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它的吸水的作用是比較差的 所以它其實葉子有一點點的乾扁 就是它的吸水狀態沒有很好 因為像這個季節的話 你有在給水 它應該不至於到會有乾扁的狀態 那這一盆的話我們就修得像這樣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那其實在拍攝的話 像這些植物準備好了之後 在拍攝沒有辦法NG 我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講到到非常好 那如果說大家對於可能這一次的這個系列影片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給我 因為我還是一直在改變自己的想法 就是要怎麼樣讓大家可以比較好去照顧我們多肉植物 這一次的話我就是建議大家就是如果說你要修根換盆的話 不管是買哪人家的植物 如果說你有把握修根換盆OK的話 回去就可以做這些動作 當然如果說像 因為像最近的話 最近這段時間不管是10月11月 我一直都有在做修根換盆的動作 所以假設說像我們12月的時候 你買我的植物 那個植物如果說我已經在可能9月11月的時候 我已經做過修根換盆的動作 你就不用去做這個動作 是因為在這段時間它也是在根系發展的階段 它到你的環境你可以慢慢的去適應 然後去養根 所以你可以去省除掉修根換盆的動作 但是如果說是我的植物 它是我跟你說它是已經度下後的植物 還沒有換盆的 我就會建議你還是去做個修根換盆的動作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之後如果說我們網路上這樣的話 我也是在考慮說要不要說我們去 可能做脫盆的動作 可能回到更以前的狀態了 沒關係我們就之後再來演你看看 這個影片的話比較長 如果說大家對於影片上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都非常非常歡迎你留言給我們 因為其實你們的留言 你們的意見 你們的想法 都是我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給朋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喔 掰掰